RSA 加密演算法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 RSA 加密演算法 那 RSA 它就是一个非对称性加密的演算法 它是在 1977 年由 Rewist, Schemi 以及 Edelman R是 Rewist, S 是 Schemi,然后 A 是 Edelman 所开发的 那 RSA 就取名来自他们三个人的名字 RSA 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非对称性加密演算法 它能够抵抗到目前为止以致所有的密码攻击 已被 ISO 推荐为公钥数据加密的标准 那 RSA 演算法是基于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 将两个大的整数相乘其实很容易 但反过来想要对其成绩来进行因素分解 其实很困难 所以可以将你的成绩公开作为加密的金钥 那我们介绍一下 RSA 加密的演算法 首先你要有两个值数 当然是很大的值数, P 跟 Q 它 P 跟 Q 都是值数 然后我们来定义一下 Phi N P N 它基本上是 因为 N 跟 N 等于 P 乘 Q 那 P 跟 Q 都是值数 然后 Phi N 基本上就是说 它是括号 P 减 1 乘上括号 Q 减 1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个 Key 它跟 Phi N 是互值的 那我们可以拿 E 跟 N 来做为 Public Key 就是 E 跟 N 是你的公开金钥 那你加密的演算法就是说 假设你的名文是 M 那我刚才讲过 E 跟 N 是你的公开的 Public Key 那你的名文的加密就是 M 的一次方 Mode N 得到一个密文 C 就是 M 的一次方Mode N 然后得到你的密文 C 然后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Private Key 你的私钥 D D 它 D 乘 1 必须跟 Phi N 同于 E 它们同于 E 那这是 D 的前提 然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Private Key 来做解密 解密就是 C 的 D 次方Mode N 推回来 M 等一下我们会举个例子来做说明 为什么这样运作是 OK 的 那其实呢 我们刚才讲过 N 等于 P 乘 Q P 跟 Q 都是很大的直数 那然后呢 我们导出 Phi N 然后导出 E 导出 D 那这样都导出来之后呢 我们拿 1 N 来做 Public Key 拿 D 来做 Private Key 那其实呢 在 N 导出来之后呢 其实 P 跟 Q 呢 就不需要了 所以呢 基本上你可以把 P 跟 Q 给删除 那 RSA 演算法 我们举个例子来做说明 假设 P 等于 3 Q 等于 11 那 3 跟 11 都是直数 那 N 呢 是等于 P 乘 Q 所以呢 3 乘 11 得到 33 然后 Phi N 呢 是括号 3 减 1 乘上括号 11 减 1 是 20 那我们可以选出 选择 1 那 1 1 的直为 3 那 1 的直为 3 呢 基本上我们让 1 等于 3 n 等于 33 就作为我们的 Public Key 那 1 为什么可以选择为 3 因为 3 跟 Phi N 20 是户子 那我们让 1 等于 3 所以呢 所以我们让 1 等于 3 n 等于 33 作为我们的 Public Key 然后呢 再来呢 我们可以选择 D 那 D 的这个 Private Key 它条件是 D 乘 1 Mode Phi N 呢 基本上呢 要同于 1 那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令 D 等于 7 因为 7 乘 3 是 21 那 Phi N 是 20 那基本上呢 那它们是同于 1 那 我们拿 D 来做你的 Private Key 那 基本上呢 在得到 D 1 还有 N 之后 我们其实就不需要 P 跟 Q 了 那我们来讲一下它的那个 加解密的过程 假设你的名文是 M 等于 15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M 等于 15 的时候呢 那我们拿 Public Key E 等于 3 N 等于 33 来做加密 然后呢 加密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因为 M 的 1 次放 Mode N 呢 会得到 C 就是你的密文 那 15 的 3 次放 Mode 33 你会得到 27 那你的密文 那你的密文 C 就等于 27 然后呢 经过传输之后 对方收到之后 可以用你的 Private Key Private Key D 等于 7 来做解密 然后解密呢 基本上呢 是 C 的 D 次放 Mode N 得到原来的名文 M 那 27 的 7 次放 Mode 33 其实就是 15 所以呢 你就得到原来的名文 M 等于 15 所以这就是 RSA 运算法它的运作 它透过非最深性的加密的方式 然后来做资料传输 那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传输方式 那在 RSA 运算法里面 其实有一些数学 那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 那其中有一些原理的证明 同学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看相关的原理的证明 那我们这里只是跟大家提一下 一些相关 会用到的一些原理 首先是同余的概念 那我们比如说 A 跟 B 同余 就是三条线这个符号 基本上呢 就是那个 A 跟 B 同余 M M M 出于 M 之后呢 它们是 有相同的余数 比如说 17 跟52 算同余 因为它们同于 7 因为呢 是 7 呢 除以 7 呢 是等于 2 于 3 那 52 除以 7 呢 是等于 7 于 3 它们基本上都有相同余数 是 3 这是同余的概念 然后另外呢 另外呢 也有 一个 5n 的函数 那 5n 的函数呢 基本上就是 它是一个 油拉 toilent 的 function 那就是 5n 等于 括号 P 减 1 乘 括号 Q 减 1 那就是 基本上呢 如果 P 跟 Q 都是 都是直数的话 那 5n 就等于 括号 P 减 1 乘 Q 减 1 那有这个 5n 之后呢 基本上呢 有 尤拉 菲曼 定理 就是说 如果 A 跟 N 的 GCD 等于 1 的话 那基本上 A 的 5n 次方 它基本上跟 1 是同余的 就是在 mod N 的情况下 它是同余的 这是尤拉 菲曼 定理 然后另外呢 还有菲曼 小定理 就是如果 P 是余数 而且 A 不是 P 的倍数 那么 A 的 p 减 1 次方 mod P 呢 会同余 1 那我们举个例子 就说明 2 的 3 次方 mod 4 那它基本上呢 是同余 1 大家可以去算一下 这是菲曼 小定理 那以上呢 是 RSA 演算法 它的一些相关的 用到的数学原理 那我想 这些同学如果有兴趣 那同学可以去看相关的定理证明 那当然在运用上 其实大家只要知道 怎么样去找 Public Key 跟 Private Key 那就可以实现这个 RSA 演算法 那 RSA 数位签章呢 它基本上它的特性就是使用非对称性的加密 可以确保公私药 无法互相推算 是一个 反向使用公开禁销的一种应用 也就是用私药来加密 用公药来解密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 RSA 数位签章的架构 这个架构目的是 要确保 资料从 A 传到 B 然后 这个 资料传送过程中 没有 资料没有被篡改 就是资料的安全性 那 A 有一个资料传送给 B 那 A 呢 它可以用一个 H function 然后产生一个杂错值 然后 A 呢 再用它自己的私药 予以加密 产生一个签章 然后呢 将它的资料以及签章 同时传送给 B 然后呢 B 拿到了这个资料以及签章之后呢 它 可以将签章呢 用 对方 就 A 的公钥 予以解密 得到一个杂错值 然后也可以 也同时呢 将它得到的资料呢 再透过 H function 也得到一个杂错值 然后 用公钥解密 得到杂错值 以及资料呢 经过 H function 得到杂错值呢 我们可以予以比对 如果 两者相同 代表资料传送的过程中 并没有被串改 那是正确的资料 那如果呢 比对不同 那想必资料是有被串改 那这是 RSA 初位签章的架构 它就透过公私钥 就是非对称性的传输 以及 H function 来达到它的安全性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 RSA 的演算法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中 同学应该可以知道 RSA 演算法的安全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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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